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出门两分钟 出汗两小时 鼠热大戏 持续上演 如果有个地方三副天穿棉袄 你会羡慕哭吗 夏天里榜爷频出没 不闻名小心被罚 可是为何在古代榜爷竟是文人风雅的典范 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谁来爱你苍老脸上的皱纹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靖老院为很多孤寡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一的港湾 2050年 老年人口将超过四亿 当你老了 希望如何度过晚年 树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新闻杂志节目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19年7月29号 星期一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号 在京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勉励他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奋力开创我国 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看到老英雄张富青 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 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说 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 念自在自 职业观情 退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 习近平牵挂于心 接下来通过一段微视频 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的深情厚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维护军人军署合法权益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 维护军人军署合法权益 尊重的执念 谁是最可爱的人 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 让军人受到尊重 这是最基本的 要关爱退役军人 他们为保家 明镇启具有关爱敌人的执念 怎样判得更重 准判得更重 世界上的执念 这就是最终比解军人家的执思 感恩 他们为了所谓的执思 忍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4岁的张富卿 90岁的朱再宝 85岁的崔道直 83岁的王于昌 83岁的王成邦 作为全国退役军人的杰出代表 也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救所 这一幕让人们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对英雄模范榜样先进的关切与敬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之际 7月26号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 表彰了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和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 我省9名退役军人 两个单位和2名退役军人 事务系统工作人员受表彰 这9名退役军人分别是 金春谢 马东辉 沐新强 江云东 李万生 赵国玉 李树珊 田长林 还有江福全 这次受表彰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是退役军人当中的优秀代表 在各自岗位做出娇人业绩 活出精彩人生 为广大退役军人树立了标杆 让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致敬 吉林大学朝阳校区前身 是长春地质学院 是已故地球物理学家 黄大年教授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 2009年 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 通过千人计划回到祖国 回到母校 以全职教授的身份 潜行科研 教授育人 直至最后一戏 不只是黄大年 有着红色基因传承的吉林大学 教授育人 感为人先的敬业精神 早已深植在一代代 极大学人的心中 他们呕心沥血 为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 一直在奋斗着 吉林大学地质工五楼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师生们 偶尔会在507室门前停下脚步 那是已故地球物理学家 黄大年教授的办公室 至今仍保留着当初的样子 马国庆是跟随黄大年的第一届博士生 目前他在团队里主要负责两个项目 沿着黄大年开拓的事业继续前行 第一个是东海的路下盆地的 综合的重磁镇的数据解议 从而我们看深层是否存在这种油气的显示 为国家后续的能源勘探提供一个靶区 第二个项目就是利用航空地面 以及井中的这种不同围的这种数据 然后综合解议 然后把地下的目标解析得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准确 从而把我们地球物理常看不到的东西 呈现在人的眼前 从2009年海外归来到2017年初因病逝世 黄大年带领团队推动中国深地探测事业 走过了发达国家20多年的道路 因为吉林大学留下了不朽的精神封碑 他生前创建了吉林大学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有两大项目 一个是深部探测项目万米钻机专项 另一个就是航空重力梯度仪项目 他去世后 他的同窗好友也是同事战友的李同林 接过了他未尽的任务 他来挑头来负责 航空重力梯度仪项目 但是他过世以后 我1月18号就接到这个任务 现在已经做了这个飞行实验 我们在武汉 刚刚从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评估 我们对整个项目充满信心 在2021年 就是中国的航空重力梯度仪 基本达到目标 就达到实用化的一个水平 曾经黄大年的办公室被称为 地质工不灭的灯火 如今这灯火范围更广 点得更亮 传遍了整个极大校园 如果周日网上到这来都能看到 我们一大批年轻的老师 年轻的学生 在努力地工作 在勤奋地工作 即使是节假日 他们都一直坚持在工作研究的岗位 七十三载 心情耕耘 闲歌不错 一代代极大学人 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 刻苦钻研 无私奉献 87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徐如仁 仍然带领团队 继续凝聚态化学的创建工作 于基红院士领衔的 极大物质制备科学创新研究团队 两项科研成果 已经取得广泛应用 2017年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发现金代长白山神庙固执 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去年 科研团队在长春龙研究中 发现了恐龙牙幼稚 剥纹构造的最早记录 南极科考团队 今年又为我国 在南极首次获取了第一支 冰下基研研新 一个个极大学人 正沿着先辈的足迹 继续书写着 吉林大学的辉煌篇章 总书记中做出的重要指示 高度概括了 和那年精神的内涵 心有大我 知诚报果的爱国情怀 教书与人 感为人先的敬业精神 和淡薄名利 甘于奉献的高尚清操 这是我们吉林大学的校园精神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红白黄三种颜色 在吉林大学代表三种精神 是指红色革命精神 白修恩精神 和黄大年精神 这三种精神 成为新时期 吉林大学的校园精神 木然回首 吉林大学秉承着 励志图强 求识创新的校训 和新时期的三种精神 培养和造就出了 一大批引领时代发展 与进步的顶尖人才 跻身于中国 和世界名校之林 展望未来 从战火中走来的吉林大学 将继续不懈奋斗 砥砺前行 使学校成为 国家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 高水平科学研究 与成果转化 和先进文化引领的 重要基地 打开电视 追新闻联播 是不是已经成了这两天 很多朋友的一个自选动作 这几天 新闻联播连续播发 国际瑞评 金句频出 犀利解气 网友们更是直呼 这个每天一集看不够 这才是我要追的剧 回顾一下 再来 郭巴尹 本台刊播国际瑞评 题目是 究竟谁在全球 到处欺武恫吓他人 瑞评说 美国一百多名 所谓对华强硬派人士 最近污蔑中国推行 扩张主义 利用综合国力 欺武和恫吓他人 声称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 政治是常态 战争是例外 而中国恰恰相反 这一观点 荒唐的令人喷饭 美国某些人 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 羡慕嫉妒恨 这些怀着怨妇心态的 美方人士 看人发展 就心态失衡 使出各种损招 阴招 扎轮胎 动用国家力量 打压中国企业 操控多家美国企业 对中国企业断工 叫嚣 与中国科技脱钩 阻止他国采用 中国公司的5G技术 这种不惜代价 组织全球科技进步 发展的做法 堪称当今世界 卑鄙够当的样本 人权一向是美国 干涉别国内政 抹黑打压别国的 合手利器 只要他看谁不顺眼 需要打压时 就扔出一份 所谓国别人权报告 唾沫横飞的指责 别国人权状况 越来越糟糕 其实人权 只是美国人权状况 越来越恶劣的 一块遮羞布 如今的美国 连这块遮羞布 也基本上给弄丢了 裸奔中的美国政客 还有什么脸面 以人权卫士 对别国指手画脚呢 不得不说 这几天的硬核睿评 展现的是中国的态度 也显示出了忠实幽默 除了感觉解气以外 大家也都看到了 传播效果 那叫一个好 其实央视的国际睿评 也不是这几天才红 此前甚至有过 墙内开花墙外乡的现象 比如去年8月15号 播发的国际睿评 不断加高外国投资的门槛 美国想当套中人 就引来西班牙国际电台网站 葡萄牙里斯本彩虹调平台网站 等数十家外媒的转载和报道 新闻联播的国际睿评论员 不仅敢于亮剑 还采用了符合时代特征的 热辣生动鲜明的语言 加之康辉刚强 略带风格的不报方式 引爆舆论 论评论 咱还是得看接地气的 说实话的 真敢点名的 那这几天呢 引爆舆论场呢 还有香港政治示威者的闹人行径 26号在香港国际机场 发生了令人愤怒的一幕 当晚多名示威者聚众 长时间的对一位老人进行围堵辱骂 期间呢 更有示威者冲撞老人后 故意碰瓷摔倒 当时老人背上被贴上了 侮辱警察的标语 还一度被推起到墙边 最后呢 在一名机场管理人员的出面下 才老人得以脱身 那肆意阻塞通道 胡乱张贴贴纸 大喊口号 骚扰乘客 示威者的行径 已经导致香港国际机场的 部分功能不能正常运转 难道这就是示威者 所谓的和平集会 秩序和稳定 是一个社会发展 最基本的保障 没有这个前提 一切无从谈起 奉劝一句 这些示威者 充当香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只会惹来天怒人怨 同样是发生在香港国际机场 曾经发生的一幕 让人心生温暖 激情澎湃 2016年9月 一群香港青少年管弦乐团 在香港国际机场 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演出 机场快闪 可爱的孩子们 演绎中国经典歌曲 香港国际机场 飘荡着熟悉而美妙的乐音 无数旅客驻足观看倾听 这才是香港国际机场 该有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气温6度 白天也才15度 真怀疑那里的小伙伴是不是过了一个假夏天 这样看来夏天呢 也得有个夏天样 其实夏天也不错 晚上下了班约上三五好友或带上家人 找个大排档 撸个串 喝凭凉啤酒 吹吹晚风也是不错的享受 那不过这潇洒呀 要有个度 有些男士久之半憨来了兴头 干脆脱光了膀子 开始要五贺六 这样的我们习惯叫他膀爷 实际上从南到北 不论哪个城市 在盛夏的树底下 菜市场里 街头巷尾中 都能看到这种穿衣方式 不过以后可不能任性了 眼下济南天津沈阳多地已经出台措施 集中整治夏季不文明行为 这其中就包括在公共场合 赤拨光榜 拖鞋亮脚 随意暴露等等 主要措施包括劝导曝光 有的城市甚至会出以50至200元的罚款 这榜爷的确是不雅该智 不过在对漏肚子认知截然不同的古代 榜爷不仅能成为文人风雅的典范 甚至还能靠漏肚子找到老婆 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接下来咱们不妨去聊一段关于榜爷的历史 在古代漏肚子 不仅经常成为文人卖弄才华的有效图形 人们对于肚子的看法也与如今大不相同 比如东汉有指书以来 诗书人家在梅雨后流行7月7日 把书拿到门外晒晒太阳 以防受潮发霉 顺便也让人眼红眼红 自家藏书之多 诗说新语就记录当时明是好龙 别人都在晒书 他舔着个大肚子对着阳光一讨 人家问他干嘛 他说自己在晒书 这是暗指自己满腹失书 由于未尽时尚通脱 虽然这个脱主要指洒脱 不过一言不合 坎胸漏腹也少不了 不仅被视为风雅旷达的标志 有时还能靠这个找老婆 西近太尉西建 见到丞相王岛家的子弟 个个都长得阳光帅气 由于选一个当自己爱女西瑞的丈夫 结果选序当天 王岛家的子弟们拘谨万分 只有一个年轻人 露着肚子 躺在冬床上吃东西 神色自若 仿佛没听说这回事一样 西线觉得此人有两把刷子 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这位年轻人 就是后来被称为殊胜的 王羲之 因这件事 冬床坦腹 冬床快序 冬床之选 等等成语 用于女婿的美称 按现在的审美来说 提酒度 基本是油腻的突顶中年男性的人设特征之一 怎么到这儿 成炫耀的资本了 一方面 中国古代人均肉食量 长期都是偏低的水平 一般人想要涨标 难度很高 拥有一个富含有脂的肚子 是优越生活待遇的体现 此外 肚子大 也是传统审美视角下 对于力量的一种体现 无论是兵马俑 浮雕 还是人物画作中 红武有力的人物形象 大多顶着个不小的肚子 一般来说 进行高强度力量训练的人 腰围都很粗 因为核心肌群被加强的同时 也需要大量脂肪 储存体力 续航更持久 抗击打性更强 这也是重量级格斗运动员 大力士 相扑手 这么多肉的由来 比起西方以大胃八块腹肌的身材 为准的审美 奔着实用性至上的观点 中国古人更偏爱这类 虎背熊腰的形象 以前叫人家将军度 现在叫人家啤酒度 真是人心不古啊 榜爷在古代是风雅 在现代可就是不文明了 咱们千万别效仿 三福天 小动物们也是热到不行不行的 作为爱宠的蝉使官 为了给爱猫爱犬 度过炙热的夏天 可谓是煞费苦心 来看看蝉使官们 如何给小动物们清凉一下 3 5 3 4 5 2 3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动物都知道避暑 咱们也不能含糊 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到户外活动 尤其是老人 孩子和身体较弱的人群 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另外要注意坐下时间保证睡眠 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物 比如说清凉油 霍香正气水等等 严重了赶紧去就医 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平稳地度过这个火热的夏天 时光匆匆 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谁来爱你苍老脸上的皱纹 上世纪50年代起 敬老院为很多孤寡老人提供了老有所依的港湾 随着社会发展 养老模式越来越多元 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 你我都在这不断增长的行列中 当你老了 希望如何度过晚年呢 请跟随本集光阴走进夕阳红的世界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谁来爱你苍老脸上的皱纹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当你老了 如何度过晚年 新中国成立前 由于战乱 饥荒 传染病等原因 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 很多人连变老的机会都没有 老话说 养儿防老 那些失去子女亲属的老人 谁来照顾山羊 为解决老有所养的这个大问题 上世纪50年代 国家决定在各地建进老院 对无劳动能力 生活无保障的老人 进行集中供养 实行无保 保持 保穿 保烧 保教 保藏 他叫李盈江 是江苏省区域县贵武镇靖老院院长 是上百位老人的孝子 1987年11月8日 贵武镇靖老院送走了第一位老人 李盈江在院内设灵堂 戴黑纱 守灵三天 以子女的传统礼节 送老人最后一程 33年 李盈江先会为72名老人养老送终 每逢清明节 他都会恭敬地擦拭老人们的遗像 摆上鲜花 这么做 就像他常说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遗忘才是 是想让在世的老人们安心 从1999年 进入老龄化社会 到2018年的19年间 我国老年人口 近增1.18亿 每六个中国人当中 就有一位老年人 随着社会发展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传统的家庭养老 仍是逐流 但人们有了更多的养老选择 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多元模式各显其能 截至2017年底 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和设施 15.5万个 各类养老床位 744.8万张 但很多养老院 仍是一床难求 到2050年 我国老年人口 预计突破4亿 你我都在这 不断增长的行列中 家家有老 人人会老 愿你我老去世 仍能有所养 有所为 有所乐 被这世界温柔以待 如果白天注定又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被称为超级海淘的现场版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进入倒计时100天 节目最后一首阿卡贝拉 也唱出了对本届进博会的期待 好 感谢今晚有您的收看 和陪伴朋友们 晚安 星无论 中非夏苺博览会的 中文łu 讲是 中文ике的 大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